欢迎大家来到泰山自煮 今天我们继续做这个两送一汤 我都知道大家都应该在家里吃饭 如果在家里吃饭的话 都应该要自己煮 不是每餐都吃外卖即食面 自己煮一下 在这个时势学会两下散手煮饭 我觉得很有用 好 我们又开始了 今天的两送一汤 我们先润一下肺 近来都可能说话多 就是骂人 那些 不要说那么多 我们先润一下 我们来个木瓜雪耳煲猪展汤 然后有一个炒秋葵面煎牛肉 最后我忍了很久 因为我想吃一些香口的东西 我就煮一个粟米炸鱼块 很棒 好 那两送一汤 我们真的要有组织一点 永远都是做最用时间的 就是这个汤 我们先搅拌一下这个汤 我们的汤里面 都有一样东西 要预先整定的 那就是雪耳 我在乘客店买的这个雪耳 他就问我 你想一些很软的雪耳 还是一些很爽的雪耳 还是一些很软的雪耳 还是一些很软的又不是太过爽的雪耳 其实这个很个人的口味 我自己就喜欢有些咬口的雪耳 那我又不会喜欢 哇 真的爽得咔咔咔的雪耳 不用 那我就选了一个 淋淋的 爽爽的 中间的 那他跟我说 这个就对的 就是这个 应该有得买的 好 那这个雪耳 我们一定要先浸 浸了它 浸了之后会变成 怎样呢 砰 哇 你看 差多软 浸了出来又大很多的 好 那于是乎 我们浸了雪耳之后 我们就要撕开它了 我呢 雪耳呢 喜欢用手撕的 我常常都跟别人说 手撕就可以了 因为呢 这些比较好一点 好 没有撕那么多 那我就剪掉这个盐位走了 好 那接着呢 你可以再撕小一点 因为呢 我自己就喜欢 有得一路喝汤 吃一下雪耳的 这个是我个人的喜好 因为我都会吃汤渣的 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吃汤渣呢 我觉得汤渣 可以直接当成一个素贴 好 差不多了 那就搞定了一个雪耳了 你可能会问 一个雪耳够不够的 我想再滋一下 这样 我都问过这个问题 我经常觉得 喂 这么小够 不够的 也得到一个教训 就是 其实是吃不完的 一锅汤 所以呢 如果你不是太大的家庭的话 我觉得你一个雪耳 已经是够的了 OK 不要担心 好 接着呢 我们要处理就是那个木瓜 这个木瓜呢 我就在菜当里买的 因为有些菜当 他们都会是有木瓜买的 那假如你 有些菜当没有的话 那你就去三国宝买吧 好了 预备定一个盒 就是装核 还有装肉的 这个不够装 这个不够装 切开它 鱼 哇 很软 正 OK 切开了一半之后 呢 我们就将一些核倒出来 好 弄走所有核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切开它 切开它 要做什么呢 其实呢 我们就要弄走皮 切开了 然后切开 如果你想容易一点点的话 你可以再切多一块 切多一刀 我意思是 好了 搞定了 切好这个木瓜 那接着呢 你就要有一些猪剪了 猪剪呢 我已经一早就出了水 然后呢 我就不会那么大一块 因为我都想吃 于是我就会切 哇 因为很害怕用这把刀斩 所以呢 一定要用大一点的刀 菜刀 好 好 到这一块了 这块没有骨 的 OK 好了 这些骨是好的 因为 这个汤会更香 好了 搞定了这两个材料了 好了 那些材料呢 都搞定了 有这个木瓜 猪剪 跟着呢 还有这个雪耳 跟着呢 我就蜜棗 这个汤呢 都简单的 四样东西 当然你可以加一些南北杏 这个是个人喜好 我呢 就OK的了 够的了 跟着用个汤煲 放好水 然后呢 我们先放些猪肉 下去先 跟着木瓜 然后再放雪耳 这只雪耳也说过了 它是软硬式中的一只 所以呢 我就一早放下去 一路煲是OK的 但如果你是买 很软的那只呢 就千万不要现在放了 你就要在这个汤 软煲完之前的半个小时呢 才放那些很软的雪耳 下去 不然呢 你会不见了那些 雪耳煲完之后 OK 好 先放两粒蜜棗 碰碰 搞定 好了 这个汤呢 我们就会煲两个小时 OK 好 那我们现在拿去煲了 然后我们就预备其他菜式的材料 就是粟米炸鱼块的那个炸酱 这个炸酱呢 就是我自己调的 那当然 你可以出去买一些炸粉 然后开水自己炸都可以 没问题的 自己混合呢 那个感觉就好像过瘾一点 你可以自己调调到味道 OK 好 来了吧 首先呢 我们要预备这个中筋面粉 即是多洋团面粉 跟着呢 我们有一些面粉 然后呢 我们就有这条味的盐 我就用了这些粉红的盐盐 有这个洋葱粉 和蒜粉 OK 好了 那么我们将这个尖米粉 就倒进去面粉 先 然后呢 就将这三个调味 倒进去 用叉搅拌均匀 我们要用叉搅拌均匀 因为呢 我们下了水之后呢 那些粉就会变成一块块的 那如果你现在不搅拌均匀的话 你就有机会呢 可能吃到一块盐 对不对 OK 所以要留意了 好 然后我们就加一些水了 如果可以的话呢 就最好一些失温的冻均匀 好似用这个搅拌均匀 假如你觉得这个浆太过稠的话呢 你可以加多一点点水 好 搅拌均匀了 接着呢 我就会将这个粉浆 就放进冰箱里冰冻它 那么起码呢 就要冷冻它一个小时 那么冷的炸漿呢 拿来炸东西 是会令到它脆很多的 但是假如你是趕时间的话呢 刚才那个室温水呢 你就转用这个冰水 这样去混下去就可以了 好吗 现在呢 我们就放到冰箱里了 好了 接着呢 我们要搅拌一下牛肉了 喏 在你面前这个牛肉呢 我就已经是腌了的了 那我用什么腌的呢 非常之简单 我就是用了日本的瘦起烧汁去腌 哦 因为呢 它是甜甜的 腌了下去之后呢 还可以帮到它的肉呢 是腌一点的 非常之方便 我只是加这一样东西而已 接着 腌好之后呢 我们就放在冰箱里 那么 淋煮 那时候呢 才拿出来 好 接着呢 我们要搅拌一下鱼柳了 那个鱼柳呢 其实呢 我就在街市一些冻肉店里买的 它本身呢 就是一个冰冻了急冻的 就是这样粘着的 那其实呢 如果你做鱼的话呢 尽量不要在水里面冲 因为呢 其实你的 急冻海鲜 冲了所有水之后呢 其实呢 你都会容易滋生细菌的 最好呢 就是你煮之前 就是将那些急冻的海鲜呢 放在一个零至到四度的冰箱里面 让它慢慢解冻 淋煮的时候呢 才拿出来去做处理 切啊成啊 这样呢 就是最完美的了 OK 好了 现在呢 我们已经是把它解冻了 我们就把它切成呢 一些大小的尺寸是适合你的了 那最好呢 就差不多尺寸了 那些鱼柜 好 好了 将那个鱼呢 包回保鲜纸 然后呢 就放回雪柜 OK 好了 那看到 天都黑了 那就是吃饭的时间了 那这个汤呢 其实呢 还有半个小时呢 才煮好的 但是我们现在要开始做事了 因为呢 我们炸那个鱼呢 是需要少少时间的啊 那现在呢 你就要整热一锅油啦 好啊 跟着呢 你就要拿回你的那个炸漿出来 在冰箱 和人们拿回那些鱼出来 好了 油呢 就整热了 那然后呢 我们就要搅一搅那个浆的 用叉搅就可以了 好了 那我们要试一下油温了 那怎么试呢 我们呢 就可以拿少少炸漿 试一下 滴下去 如果它即刻浮起来呢 那就是 Good了 Ready的了 好啊 我们来了 我们就将那些鱼呢 放下去那个炸漿做 先 然后呢 就用叉去做一样东西 我们用叉的好处呢 是什么呢 我试一试给大家看 叉呢 有些疏孔 有些疏孔 有些 就可以滴了些多余的炸漿 下去了 就不会太厚了 OK 好 来啦 我们一次过呢 就不要炸那么多鱼 OK 千万不要太多鱼啊 可以炸四至五处 接着可以再将鱼鱼放在炸漿上 然后拌一拌它 让它沾满一下炸漿 有它在这里 黏住了 不要紧要 弄一弄开它就可以了 最好呢 你就预备定盘呢 是有一些层架在里的 你将那些炸好的鱼 就放在上面 不会碰住那盘 因为碰住那盘 它就会焗住 会軟的 有些这样的架在里 有少少空气流通 亦都可以滴回油 在盘上 那里 就actually是一个好的投资 你可以买一下这些盘 炸到一半的时候 你可以将这些 刚才多余的粉浆 那些 你可以拌走它 可以直接倒到这里 好了 炸到它 变成一个 淺金黄色 就可以了 你可以把它放上来 你可以听到 这些声音 是很脆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加了煎米粉 会特别爽口 脆身的 好了 如果你炸完之后 你可以做些什么呢 你可以清一清 里面那些多余的东西 你可以先弄走它 然后你就千万不要再 马上放那些鱼 因为你炸完那个鱼之后 那些油温是会降的 如果油温降了 你去炸的话 哇 那些东西是会不行的 炸不到的 是很软的 所以一定要提升油温 才去炸第二转 OK 如果你不是很清楚的话 你可以试一试 好 那就可以了 那我们可以继续了 第二转 好 好 同样地把剩余的鱼块 放在炸漿上 又拌一拌 那就继续炸 所以为什么要大家 早一点点开始 因为都需要少点时间 OK 好了 这么快就炸完鱼块了 现在你可以放焗炉到保温 又或者你可以炸炸腩 煮完 跟着这个鱼块 也行 因为我们这个鱼块 都挺耐用的 因为够硬身 OK 那我们现在就做一做 粟米汁 好了 粟米汁就是这个 这个粟米汁 我们就用了 这个cream style 的罐头粟米 我之前都曾经说过 有两款的 其实三款 就有 几点粟米汤 跟着有这个 就这样水浸住的粟米粒 和一个cream style的粟米 其实都很普遍 一盒的买法 那这个的好处就是 它没有那个罐头 预测了的味道 要你自己调校的 OK 现在我就要调校一下 其实都是很容易的 就是糖和盐 不用加那么多东西的了 接着加一点点水 不要太多 因为我们想保持它的 硬度 接着呢 开火 你可以用这个小火 去煮它 煮滚了之后 盖上锅盖 接着呢 你就可以留在这里 到吃的时候 再烹热它 这样就可以代用来 点这个愉快的酱汁 哇 想起都想吃的 好了 好了 汤又搞好 鱼又炸了 连那个鱼的粟米汁呢 都做了 咦 为什么泰山 你好像 还没搞你的秋葵呢 切都没切过 有原因的 秋葵呢 是一个很特别的蔬菜 因为呢 它里面有一些 黏性的液体在里面 假如你晨早切完它的话呢 你放在这里呢 它会干的 走光了 但是秋葵最重要 最有营养呢 就是那些 slime 那些黏性的液体 那些可以通血管 掛血压 你知道吗 所以呢 吃多些秋葵 我真的很需要吃 OK 现在呢 我们就切秋葵了 好了 秋葵放在这里 拿好盆子 啊 然后呢 就开始切了 看看你喜欢这样切 还是斜切 我其实斜切 挺有趣 挺漂亮的 有时候呢 有些朋友们呢 他就喜欢 这样 一粒一粒这样切 因为呢 这个又有趣的 因为好像一粒星 那样是挺好看的 那你斜切都OK 合住你 没什么所谓 好了 切好了 我们立刻要炒的了 我们第一样要炒的呢 就是牛肉先啊 好了 锅呢 烧到出烟了 我们呢 可以下油了 快点肉下去 都是提过很多次的了 那些肉一放下去 就千万不要起势 哇 这样炒 等它呢 煎一会儿 如果不是呢 你一这样去炒它呢 它就自然黏底了 OK 所以呢 要留意留意啊 好了 这些牛肉呢 还有少少生的时候呢 我们就下这个秋葵了 好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加少少少盐 加少少糖 加少少鸡汤 一路炒一下它 你会看到呢 是不是有少少slime 就是有些黏性的液体在这里 这些呢 就是秋葵的精华 正啊 这些 所以呢 我们一定呢 不可以神早切定的 要不然呢 就干了 那些东西 哦 好健康啊 哈哈 关火 上碟 其他东西都搞定了 吃得 喂 吃饭啦 先试一下这个秋葵 健康啊 刚好 够爽脆 又能吃到的黏液 我觉得突然间他人很健康啊 那些血管通了 哈哈哈哈 好 接着呢 再要试一下 这块炸鱼 然后呢 咸一咸那些醬 这个才是正路啊 嗯 立刻要排断饭 糟了 今天这个饭呢 简直是拌饭首船 哈哈哈哈 哎呀 糟了 不要再说这么多了 我好饿啊 我要先吃饭啦 记住 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和follow我的facebook page 就要like 吃饭啦 嗯 嗯 嗯